拜登這次呢 去拉美 你沒有跟啊 你們會覺得那種呢 拜登呢 在拉美被冷落嗎 拜登這次在拉美的狀況其實蠻妙的 因為這個等於是 其實就是我以前也跟過 就是在最後的總統任期就剩2個月3個月 因為這些APEC峰會啦 或者是APEC的 或者是說20國集團峰會 基本上都會刻意選在美國大選 沒錯 選舉年就是等到了選完了再來開 而且只等美國 不等其他國家 所以非得要等美國選完 然後知道這個狀況是怎麼樣 然後於是大家就再來開這樣的一個峰會 就是一個慣例啦 所以以前跟的話就等於就是 你就知道 比如說那個時候歐巴馬最後的 這些出席的國際會議在選完之後 其實就沒什麼人關注 大家全部都在關注川普 對吧 所以這一次等於這個 特別就拜登這樣的一個狀況來說 大家對於是不是要跟去就有很多的 就會覺得我們應該是要放更多的心思 就是在這個川普的整個後面人士的一個布局等等的 這些都是還是就是無論是新聞的熱度 或是對未來的影響都是比較大 那這等於就是等於是拜登的畢業旅行 但是這一次還不是拜登的畢業旅行 下個月初拜登還要實現他的總統日期的一個諾言 他要去非洲 去非洲的一個國家 就是安格拉 Anyway 那個才是現在畢業旅行 但是這是他最後一次去到國際的 等於是最後一次出席的重要會議場合 那我們都知道這次包括他們拍大合照的時候 拜登人都還沒有到他們已經拍完 然後就散會在20國集團峰會 然後在APEC上面在第五的時候 拜登他雖然他耍大牌 那時候也是遲到了5分鐘 真的所有領導人就在台下等了足足5分鐘 然後拜登才慢慢的出現 結果他一出現是站到第二排的角落 就是跟過去完全不一樣 就是無論在過去無論是怎樣的一個安排 美國總統基本上都會在第一排比較前面的位置 不可能把美國總統安排到後面的一個角落去 甚至這一次在20國集團峰會 還有司儀在宣布的時候 然後把喬拜登 拜登 變成了比拉丁 這太狠了 你知道嗎 你們不覺得是故意的嗎 但是這個很有趣 怎麼說 我有看有美國的搞笑 這種搞笑藝人 他們其實會把拜登就是叫成賓拉丁 為什麼呢 因為他搞笑藝人的說法是他在執行自殺任務 就是他已經到任期的末尾 他已經無所謂上了一個題目 所以我不曉得 我們不曉得巴西的思議是怎樣的一個狀況 他怎麼會去做這樣的 怎麼會把一個國家領導人的名字念成 就是在美國 美國人心目中最不想要聽到的名字 對 這個就是比較特殊 但是這一次其實 因為隨團記者 其實我們都一直都有保持聯繫 會去看他們的一些報導 其實這一次很誇張 真的很誇張 就是這一次拜登 他是真的全程 在過去來說 對於美國總統來說 出席最後的國際場合 包括歐巴馬的 出席這樣的最後的國際場合 他是會舉行記者會 他要為在全世界的這些媒體記者面前 來說我過去四年 過去八年 我為這個世界帶來了什麼 他希望就算他沒有帶來什麼 但他也希望形塑這些媒體的一些說法 就說 就給 佛巴馬說他過去八年做了些什麼 然後於是這個東西就變成報導 然後就留存下來 但是拜登完全全程 全部避 避著媒體 全部到後面 媒體 這次隨行的白宮記者 還記者都受不了 就你拜登你不接受我提問 他們就乾脆 我第一次看到就是寫紙牌 然後就舉著紙牌 就把問題寫在上面 然後拿給拜登看 舉著給他看 然後拜登估計可能有看到 我不曉得他眼神怎麼樣 估計他也是第一次看到記者 突然舉著紙牌 然後來發問 愛沒有理 最後拜登在搭飛機空軍一號回到華盛頓之前 記者簡直是咆哮啊 就是很像是很像是在深淵一樣 然後就會下面 總統先生請你回答 就是用咆哮的一個方式 他就說你這次完全沒有接受任何記者的提問 總統先生就一直在下面 總統先生一直這樣叫啊 就很誇張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一個狀況 然後就拜登也完全不理 拜登一定是有聽到的 他也完全不理 就自己走上空軍一號 然後就搭上飛機 然後就回到美國 就這一次的整個狀況 就讓媒體覺得真的很匪夷所思 就是說你在國際場合 你是可以有機會來夠 能夠來為你的整個總統的任期 來畫下一個據點 然後跟世人說你想要載入史冊的東西是什麼 你對這個世界的貢獻是什麼 但是拜登在最後一場國際場合 他選擇就是寂寞 很特別 沒有發音 很特別非常非常有意思 就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狀況 對這個這個這反應 我想我想應該會有很多的 Inside Inside Story 是可以是可以的進一步呢去發掘的 當然他他 因為這個場合跟之後的安哥拉不一樣 因為安哥拉國際媒體不會特別的 這麼多人的過來 那當你是IPEC或者是G20的時候 全球的這個主要的媒體都都會來 所以他是一個比較好表達的一個機會 但是呢拜登呢 拜登這個搞外交搞了三十幾年的人 竟然呢在這個場合當中呢 沒有講話 為為自己的外交的成就或者外交的策略 做一些的辯護或者是呢 一個歷史性的陳述 這個是非常特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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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